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位导演的时代也画上了句号 许多影迷都遗憾不已 楚源这一生曾指导过上百部电影 还曾参演过多部电影 其风格花样百出 诡异多变 新颖好看 曾风靡一时 2018年 82岁的楚源获得了金像奖 终身成就奖 一段获奖感言刷爆网络 管他天下千万事 闲来倾笑两三生 这句话在当时打动了很多人 没想到时光匆匆 才过去五年 楚源就再也等不到明天了 王金导演发文怀念 说楚源导演是自己敬重的导师 是自己的弃师傅 教会了自己怎么做人和处事哲学 在他身上学了一辈子够用的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 王金曾在电影《金庄难兄难弟》中 为楚源安排了电影之神这个角色 足以证明其分量 楚源原名张宝坚 出生于1934年 祖籍在广州眉县 他的父亲张活游早年是一位乐剧演员 曾先后在彩云天 凤来仪等戏班待过 在当时小有名气 后来乐剧受社会环境影响逐渐没落 他便远赴香港 从此走上了拍电影的道路 张活游长相稳重忠厚 扮演了很多谦和温厚的角色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 还和吴楚帆 张英 李清并称为香港玉电影四大小生 受父亲的影响 楚源从小就对电影很感兴趣 还曾化名为秦宇 做过一阵电影编剧 虽然当时的演员片酬不高 但张活游的收入也足以养活一家人 所以楚源从小的生活环境很不错 在读书方面 楚源也很有天赋 后来考入了中山大学化学系 但毕业后并未干相关的工作 反而当起了编剧 自打1956年开始 楚源就跟着父亲混迹在电影圈 一边当编剧 一边做龙套 还时常去和导演们请教 算得上是自学成才 1958年 楚源便在父亲的帮助下 先后指导了血染相思谷 红盼草等粤语电影 慢慢累积了不少经验 到了1960年 楚源终于凭借可怜天下父母心而爆红 也因此信了各大电影公司的注意 直至60年代末 楚源一共拍摄了70多部粤语电影 其浪漫情调 其情曲折的风格也一点点在形成 后来粤语电影逐渐衰落 楚源也看清了形势 终于在1970年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国语武侠片《龙木香》 这部电影的风格非常浪漫唯美 在当时非常引人注意 随后 邵氏电影对楚源抛出了橄榄枝 并开出了非常优厚的条件 楚源随即加盟了邵氏电影 在邵氏的大力支持下 楚源先试用一部艳丽奇轨 风格独特 爱恨交错的爱奴征服观众 接着又推出了72家访客 五一 新啼笑音源 香港七三等电影 慢慢在邵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但真正让楚源打开新世界大门的 当属1976年的流星蝴蝶剑 更是打破了台湾地区的卖座记录 楚源导演趁势翻身和古龙狄龙组成铁三角 将古龙小说的武侠电影进行到底 掀起了一股热潮 甚至当时流传一个说法 假如你没有演过楚源的电影 你就不是一名电影演员 楚源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将自己喜爱的唯美情趣和文艺氛围融入其中 打造出了奇情武侠电影的雏形 此后十年 楚源拍摄的《天涯明月刀》 《楚留香》 《三少爷的剑》 《多情剑客无情剑》 《倚天屠龙记》 《消失一郎》 《绝代双胶》等等 全都是这种风格 楚源不喜欢张彻那样的暴力美学 就在影片中加入悬疑色彩 电影充满了朦胧迷幻感 又透出一种诡调风格 剧情紧凑扣人心弦 加上潇洒的大侠和蛇蝎美人 电影一推出都大受欢迎 回看楚源电影的浪漫艳丽 都是当时的其他导演不能比拟的 据悉 不管是灯光假山植物 还是烟雾水体等 楚源都很讲究 因此 看楚源的电影总会找到一种莫名的神秘感 不管是大侠和美女的约会 还是大侠和大侠的较量 都非常的神秘诗意 透着一种不可描述之美 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 他能说服Comen的邵氏搭建摄影棚 便足以说明他的地位和话语权 由他拍摄的电影步步爆红 跳房更是让邵氏眉开眼笑 还有人称他为楚千万 因楚源电影而走红的明星 更是数不胜数 比如月华和莉莉 锦丽 林云 狄龙尔东升 于安 附生 罗列等人 每个人在当时都红极一时 就连大作家古龙 也在楚源的推波助澜下 身家暴涨 据说当时不管走到哪里 身后都跟着一堆演员和制片人 求着要买他小说的版权 楚源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 有开心时候 困难的时候也不少 人生大概都是失意多如意少啊 我破过香港的卖座记录 老板立刻跟我说工资加十倍 个个都说我是香港最幸运的导演 然而花五百日红 马有诗提出 十年后 随着少士武侠时代的没落 楚源岛的电影不再卖钱 拍完几部扑接片 又想拍天龙八部 方亦华赐了通告不让拍 去了办公室问他 少你拍天龙八部的 亏本了你可以赔吗 楚源你根本不会拍电影 那时候他又变成了 少士公司最难堪的导演 昔日的大导演放下身段 出演电影中的一些配角 并甘愿为年轻导演搭戏 此等乐观豁达的心态令人佩服 当导演打破过票房记录 当演员曾凭借雪儿 获得过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真正诠释了干一行爱一行 印象最深的 还是他和成龙的几次合作 比如《警察故事》系列里的 大反派朱涛 双龙会中励志的父亲 霹雳火里成龙的父亲 小时候以为他是一个 不起眼的配角 谁又能想到是个大导演呢 不仅如此 他还参演了不少TVB剧集 早在1983年 他就被邀请 担任射雕英雄传的顾问 进入90年代 新影上来了 一副老顽童的姿态 和前小豪合作过 《大头绿衣斗僵尸》 参演过《西游记》里的 如来佛祖 在《驼枪师姐》系列中 演成风的父亲 甚至还客串过《寻情记》 直至2005年之后 楚源才逐渐消失于人前 过起了真正的退休生活 楚源的妻子叫南洪 原名苏淑梅 比楚源大一岁 也是广州人 两人算是同乡 南洪的家世背景 也颇为不俗 他的母亲陈简娜 曾是广州著名的 歌唱家和演员 1949年 南洪跟着家人搬迁到香港 随后拜师洪县女 走上了学习乐曲的道路 到了50年代初 南洪开始拍摄粤语电影 短短几年就洪透了半边天 在当时非常知名 他和楚源也是在拍戏时相识 两人在1962年 还一起成立了玫瑰电影公司 不但是事业伙伴 还是共进退的生活伴侣 据悉 两人在一起多年 楚源一直是个谦谦君子 甚至连牵手都不敢主动 觉得是冒犯了南洪 两人之间没有轰轰烈烈 也没有浪漫曲折 多数时间都在讨论剧本 拍摄细节 然后一起去看场戏 各自回家 直至1967年 两人才结束了恋爱长跑 随后步入了婚姻 两人结婚之后 南洪一直是楚源的写内著 始终在支持他的事业 同时他自己这一生 也拍摄了180多部戏 事业家庭都坚固 很了不起 直至2000年之后 南洪才逐渐放弃了拍戏 慢慢过起了画画插画 谈古争的生活 然而南洪的好日子 还没有过几年 楚源的身体就渐渐出现了状况 他们夫妻一直奔波在医院 尤其是到了2010年之后 楚源逐渐出现了脑退化的情况 精神状况十分不好 南洪一直不离不弃地照顾 勤可动天 2014年 久违露面的楚源被拍到去医院 整个人十分沧桑 拄着拐棍状态非常不好 南洪一直在旁照顾 虽然南洪的年纪也不小了 但只要楚源去散步 或者出门去医院 他都要陪伴在侧 因为丈夫喜欢吃云吞 南洪一大把年纪了 还亲自下厨 每天变着花样给楚源做饭 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 让圈内小辈都很敬佩 2018年 楚源拄着拐棍参加金像奖 南洪也一直陪伴在侧 两人出门后一直牵手同行 画面十分美好 后来楚源脑退化加重 不但不认识家里人 甚至有些神志不清的迹象 南洪一直不离不弃 细细算一算 南洪和楚源从1960年恋爱 随后结婚生子 一直相伴至今 竟然一起度过了62年的时光 在这62年间 南洪扶持丈夫的事业 照顾家庭 还要外出拍戏 其人生态度和敬业精神 值得年轻人学习 现今楚源离世 最难过的人当属南洪了吧 希望老人家能振作精神 继续过好以后的生活 回看楚源的一生 他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导演 也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其一生都奉献给了电影事业 楚源在世87年 见证了香港电影的发展 也亲历了武侠电影的辉煌和没落 他的一生足够精彩 也必定会被影迷记住 此后的港片江湖浮沉随浪 只记今朝 有的人走了 有的人老了 江湖太寂寞 一个时代就这么过去了 但回头听听楚源的感言 又觉得安慰 无论你昨天多风光 无论你昨天多示意 明天起身的时候生活下去 明天总比昨天好 这就是人生 像是说楚源自己的人生 又像是说港片 那么今生暂且别过 楚源先生 我们来生江湖再续